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 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忌》 作者 庄碧凡 第407集 陈瑞一双眼睛 只紧紧盯着自己的师父 毫不畏惧那浪潮般 奔涌而至的火焰 从九阳镇魂陵上 陡然而起的烈焰 仿佛天河道观 翻滚着怒浪狂涛 向四周横掠而去 势不可打 瞬息之间 吞噬了整条龙骨战舰 而后扑身百里之外 汹汹焰火 炽热 夺目 惊人 将整片天地铺满 堆满了整片汪洋的鬼屋 尽数被火焰吞噬 化作了烟灰 不过一息之间 入目所见 已然尽是燎原的火蛇 连空中 莉莉阴风 都被吞噬 当滔滔烈焰 从龙骨战舰之上 蔓延开去 惊居到了极点的 三派众人才发现 自己好好的 并没有被火焰烧死 从九阳镇魂灵中 倾泻而出的 根本不是火焰 而是一片 翻卷着的光芒 所过之处 鬼物消弭 无声 却可步 但那样凶悍猛烈的光芒 落到活人身上之时 却仿佛只是温水 从身边流过 体内被侵蚀进入的阴气 也在这片光芒中消亡 原来不是伤害人的 驱惊一场 众人感受着 从自己身边 奔涌而去的光芒 彻底放心 他们擦拭着 鹅角的冷汗 几乎要跳出来的心 也回到了胸腔中 而举目四望 全是不见边际的 滔滔光影火焰 遍布汪洋的鬼物 此刻好似烈日下 勃勃的一层寒雾 刹那消弭 他们得救了 这个消息 让众人心中 升起一股 死里逃生的巨大的喜悦 与恍惚的不真实感 转头看去 九阳镇魂灵 高丽空中 无穷火焰长河般落下 刘通力在九阳镇魂灵之前 丝丝缕缕的血红真远 仿佛红色的细线般 连串在两者之间 看到这一幕 三派众人 无论是长教 还是弟子 都无法掩饰心中的震惊 那个家伙 真的还是那个 废渣一样的老骗子吗 这一片冲天的烈焰 虽然对活人无害 但对阴界之众 却是灭顶之灾 那样多的鬼屋 竟然连半点 还手之力都没有 瞬间消弭 太可怕了 够了 师父够了 就在众人都还处在 震惊之中时 陈瑞却疯了般 朝流通扑了过去 他声音微微颤抖 带着莫大的恐惧 被陈瑞的吼声 唤回李治 彭泽等人 这才察觉出不对劲 流通面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惨白了下去 逐渐露出了 清黑之色 在他露出 绣袍的手腕处 能够清晰地看到 一道道血痕 从皮肤下流过 诡异惊人 浓郁的血腥气 一直都在 但他们所有人 都忽略了 横泽与身边的宋章 力广 面色沉了下去 大不朝流通 卖了过去 整片汪洋里的鬼屋 都尽数被火焰吞噬 三派之众 自然高兴 可巨蟒 却怒不可遏 巨蟒狂吼一声 庞大有黑的身躯 在火焰光影的笼罩下 欲发现的骇人 他一双赤红色的眼睛 露出凶悍的光芒 盯着一船之众 盘旋在战舰上的身躯 骤然发力 这艘巨大的龙骨战船 随着他的动作 不断下沉 掀起阵阵浪花 怎么回事 他怎么还在啊 彭泽抬头 看着空中的巨蟒 目露骇然之色 汪洋的鬼物 都被九阳镇魂灵燃尽 怎么这条 从阴界来的巨蟒 仿佛丝毫不受 这片火光的限制呢 巨蟒发威 不仅战舰 再逐渐下沉 便是与之相抗的林飞 都有些抵抗不住了 那朵幽绿色的 视魂之火 在巨蟒催动之下 不断朝五道剑气 所构筑的剑网袭来 阴冷的火焰 丝毫不畏惧下方那片 铺天盖地的九阳光影 反而逼得那片光影 不断倒退 不敢再来 巨蟒吼声连连 庞大的身躯 更是在九阳镇魂灵 所寄出的光影中 不断翻滚 脚得狂风四起 也可以看出 他根本没有将 九阳镇魂灵放在眼中 鬼物消弭 可众人的情况 也并没有好多少 战舰不断下沉 上空试魂火焰不退 巨蟒 刺激而动 腹背受敌 情况危急 流通此刻被陈瑞等人 强行切断了 与九阳镇魂灵的联系 直停停躺在地上 双眸紧闭 气息微弱 全身冰冷 尽管被喂入了大量的丹药 但是 还是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 彭泽等人没有办法守在他的身边 眼看战舰即将下沉 只得重新寄出法宝 稳住战舰 陈瑞护住流通 焦急地看向四方 灵飞一边操纵武道剑气 阻挡在身前 阻止巨蟒 与试魂火焰的攻击 一边还要翻心 以白骨塔 阵住龙骨战舰 不再下沉 体内汹涌的真元 此刻也已经出现了枯竭的征兆 本想再次利用通幽剑气 与阴阳两界 开辟一条洞穴 将这条巨蟒送回阴界 可巨蟒吃了鬼差的教训 整条身子 都盘踞在龙骨战舰四中 紧紧贴住 如同真要把它送回去 恐怕 整条龙骨战舰 也不能幸免 要一起去了阴界 如今 唯一可以依仗的 就只有剑妖了 希望那一颗圆丹没有白费 林妃一声轻笑 伸手一拍身旁剑妖 顿时 一道刺目的光滑亮起 光滑四中 万千扶转流转 一眼望去 只见一道灰色的影子 不断在虚实之间游走 阴时之风吹动 一片风云涌动的景象 剑妖得了黑胶圆丹 三十六条禁止合一 生出了一条天罡禁止 彻底从半妖半戏之身 蜕变成了真正的法宝 正是智德一满的时候 此时突然被林妃一拍 自然知道 是该自己出手呢 当下 就喜滋滋地飞了出来 迎着巨蟒 就是一剑斩了过去 煞时之间 只见剑光纵横 阴时之风四溢 汪洋之上 天地之间 一片风起云涌的景象 这就是法器与法宝的区别 如今机身法宝的剑妖 只是这一剑斩出 便有了令天地色变的力量 剑光炸开 阴风怒嚎 万千扶转簇拥的剑妖 如同一团黑色的龙卷一般 带着撕裂一切的狂暴力量 瞬间将巨蟒卷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声惨叫 不过 不是巨蟒 而是剑妖 龙卷与巨蟒相撞的瞬间 剑妖就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剑光崩散 阴风四溢 看似足以撕裂一切的龙卷 竟是被巨蟒摇头一撞 撞得四分五裂 就连刚刚生出的天罡禁止 都一连晃了几晃 仿佛要重新化为三十六条禁止一般 而且这还没完 巨蟒一头撞碎剑光 竟是毫不停 血盆大口张开 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猛地向剑妖咬了过来 我靠 这一下剑妖知道不好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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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巨蟒的力量 绝对不是一般发宝可以相比的啊 就那么一撞我 就差点把我天罡禁止给崩碎了 奶奶个性的 我就知道被林妃叫出来 没什么好事 剑妖吃痛之下 再不敢与巨蟒纠缠 摇身化作一缕阴风 就想要从巨蟒口中逃走 只是巨蟒又如何肯放过剑妖呢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写道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让生活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